一部集合了众多本地与海外艺人演出 并由阿牛首次跨领域指导 以及演出的电影《初恋红豆兵》 铁定4月15号全国隆重上映 领导单枪匹马召开记者会 与媒体分享拍摄《初恋红豆兵》的点滴 很多在小镇都没有人去了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心痛 因为那些历导不见了 然后其实现在那历导住了很多的外老 很多外老在那边住 其实都不懂得去保护这些建筑物 那我是希望说我们自己 近这部电影大家可以唤醒对这些小镇的回忆 然后重新去爱我们自己 虽然这些小镇不是列入世界遗产 但是它是我们回忆里很重要的遗产 其实我写了很多我自己小时候的东西 比如说我小时候就叫广大 然后我小时候没有广大是因为 我鼓戏的时候 我隔壁的女孩子 她传给我 首次担任导演 压力令阿牛曾经一度崩溃 陷入忧郁状况 更一度停工一个月 没有犹豫症发啦 就是因为那时候很辛苦 然后我也不能做什么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每天只是吃饭 睡觉运动 然后常常哭 其实说真的 可能是我 除了婴孩时代 过我哭最多的一个月了吧 谈及于李欣杰的亲吻戏份 牛岛表示必须不断自我催眠 毕竟两人认识已久 牛岛同时也坦诚 自己是电影里最难搞的演员 之所以要写一场吻戏 是因为我觉得 终究是一部电影 然后它应该有这样剧权 然后应该什么都有 然后说到初恋里 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初恋里该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一个吻啊 这样子的东西 那这个吻 其实是跟着剧情的感觉走的 由于大马第一部本土电影 大日子获得不错的票房 所以牛岛对于大马票房 充满信心 不过却希望政府 能够降低非马来电影的税收 以鼓励更多本土华人电影 充斥本地市场 政府有一个税 抽在我们 非马来文 本土制作电影上的税很高 其实这个税 如果可以取消的部分的话 这个会有助于 我们马来西亚的华文电影 走入亚洲市场 然后可以为我们国家 带来很多的外汇 所以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 希望我们的政府官员也好 我们的政治的大人们 希望可以关注这个问题 这个 这件事情 都给我们一些帮助 除了自导自演 牛岛还亲力亲为 为电影寻找赞助商 间接提升了他的英文能力 无论如何 牛岛还是觉得 当歌手比较幸福 初恋恒斗兵还未上映 却获邀参展第三十次届 香港国际电影节 对于这样难得的机会 牛岛深感安慰 我们要去参加香港的这个影展 才能够把我们的电影 介绍到亚洲的其他国家去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初恋红豆兵第一次 首播是在别的地方 别的国土上呢 我非常紧张 因为初恋红豆兵 其实说的是 我觉得是我们马来西亚 华人在小镇长大的 回忆跟记忆 那我很担心香港的朋友 可能跟我们的成长的经验不一样 所以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共鸣 如果你想回到童年时候 大伙玩着玻璃弹珠 打架鱼 吃着红豆兵 单纯过着只有蓝天 白云 以及热得苍白又无聊的午后 请你一定要支持 由Manchis荣誉呈现 Pacific Coffee赞助的 本土制作电影《初恋红豆兵》 有一幕我们的戏后面的时候 从我心间离开我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我当年初恋的时候的景色 I didn't you? You're leaving Yeah, she's standing there and looking at me 像是渡九十大线 Yeah, because movie you must put something Drama, drama Imagination 幻想中现实得不到一定要写进去了 OK 无光时社采访报道 A